小紅毛 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第二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啤紅加花媽媽 後襲 我聽聲音 上集說到花媽媽和那群狗紮馬 準備隨時大戰一場 為的就是盲狗口中的啤紅 那時候真的很驚險 不過花媽媽完全面不改容 面對那群惡狗 她一點都不怕 反而還起勢地對著他們 想帶回他們 嚇走他們 但咬著啤紅的蠻狗 仍然站在那裡 好像沒什麼反應 不過其他狗就好像想縮略 雨落得越來越大 他們的肺聲也越來越小 由聲大大的汪汪叫 變成低沉的烏烏聲 而且當中有三隻黃狗 開始不停退後 前面剩下兩隻 還不停倒下頭 此燒比翔 是花媽媽反擊的時候 電光火石之間 花媽媽在石頭跳下來 大喊一聲 撲給那個雞 那一剎那 嚇到那些黃狗才傻了兩秒 之後只會反應 立刻上腳腳 整班雞飛狗走 蠻狗在這班野裡 絕對不合群 老實說 她一點都不怕 那些狗鳥瘦散 她絲絲然咬著公仔 轉身走上旁邊的石徑 以半跑的速度閃 花媽媽原先掛著嚇走其他狗 沒有注意到她的目標 過了半分鐘 她才如夢初醒 她望望我 好像有點洩氣 但我隨即指著盲狗的方向 她才精神回來 發了矛的追 一狗一零一人 大家一起跑上山 幸好最後的目的地 只是山腰的一間廢製鐵皮屋 否則 以我平時的跑山能力 隨時跑跑下雲堤 還要人來救 辛苦不要說 我是最後一個入到屋的 已經遲過他們半分鐘 喘氣喘到要扶著到門不斷扯 花媽媽雖然有差不多身形 但一點都不覺得她跑過 她當時在屋裡 跟蠻狗相對只有兩米距離 後者已經放下啤喉 花媽媽的表情 由我入屋之後 就不斷變化 她好像看到某些東西 先是入浪神 之後又有點懵疼 再變了嚇到抹大嘴 最後又皺起眉頭 還哭了出來 我很奇怪 為什麼情況突然變得這麼快 先退後幾步 想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心想會不會有危險呢 突然之間 花媽媽向前衝 抱起盲狗 然後好像水壩決堤的爆哭 不斷抽著抽著飲飲 Thomas仔 你終於回來了 你知不知道媽媽等了你多久 你知不知道媽媽多想念你 OK 來到這裡 相信大家不用我畫公仔畫出場 我慢動作地退回出門口 既然知道人家麻酸團聚 我也不適合問長問短 聽眾可能會怪我 為什麼不去了解一下孫仔 是不是輪回了做盲狗 也或者是花媽媽的一廂情願 反正 靈的世界 千奇百怪 問來都多Q餘 其實某些靈 它是懂得染眼法 不知道你有沒有曾經遇過一些事 是你解釋不到的 明明在家裡找一件事 找到全屋 在這個櫃桶 那個盒 又或者某個角落 都已經找過十幾二十萬次 都是找不到 但是過了一陣 或者過一兩日 件事又突然出現在你找過的地方 就算發雞盲 都沒理由看不到 有人會拍下自己的後腦 鬧自己幾句 有些人就會聯想到鬼暗眼 然後打爛陣 告訴你 鬼暗眼 真是有的 所謂的靈 它們是有辦法影響我們的視覺 將物件隱藏起來 又或者將它們變成透明 為什麼這樣做 可能只是無聊 整股我們 又或者它故意不讓我們看到某些東西 從而達成它們某些的目的 過去 又是有不想的 這個東西 如果您的對方 要故意不知 不知